惹怒一个退伍老兵会有什么下场? 目标富豪被炸得面目全非,而男人则迅速组装好武器装备,紧接着砰砰两枪,瞬间击毙富豪身边的保镖,然后借助汽车做掩体,悄悄扔出一枚烟雾弹,趁着对手寻找目标之际,绕到侧身再次送走一人,黑人保镖眼看招架不住,就想拉着富豪往大楼狂奔,可殊不知这将成为他最后悔的决定。 在失去掩护后,他直接就被克里斯一枪送走,富豪见状彻底慌了,但克里斯没有丝毫犹豫,而他之所以这么做,是因为富豪不但残杀他的妻子和女儿,还害死了整个海豹突击队的兄弟。 原来就在昨天,女记者为了帮助克里斯调查RD4895项目的真相,借故采访了霍恩的合伙人迈克,一见面,他便提出一个犀利的问题,迈克所创立的良心药器,曾经是致力于攻克阿尔兹海默症的龙头企业, 为什么在被鼎石收购后却彻底放弃信仰,转而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军用意志要领域,然而迈克显然有难言之隐,借口要上厕所便起身离开,女记者见状急忙跟了上去,开门见山询问RD4895项目的人体实验。 迈克被女记者的话吓到,结结巴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,而事实也的确如此,霍恩为了高价转卖迈克的公司,对他隐瞒了自己所做的事,女记者见问不出什么,只能留下联系方式先行离开,得知自己研发的药物,很可能害死了整个海豹突击队的成员。 迈克最终还是经不住良心的谴责,偷偷调查起公司的股权结构,这才发现霍恩背着自己所做的秘密勾当,他连忙拷贝的项目资料,随后用语音电话约见女记者,可他不知道的是,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霍恩的监视中,只见迈克前脚刚走,后脚安全主管就报告了他拷贝公司资料的消息,紧接着一对保镖便跟出了大楼,而这一切恰好被守在外面的克里斯看在眼里,原来为了完成复仇,他对霍恩展开了严密调查,但很快就发现,想对他下 发手难如登天,对方不但找到警方庇护,还在住所周围安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监控,克里斯认为在他家根本没有机会下手,唯一能找到破绽的只有公司附近,尽管霍恩的公司坐落在旧金山最繁华的金融街,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开始了监控工作,果然在这天夜里,他发现对方有一对保镖单独离开了公司,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都寸步不离守着霍恩,克里斯敏锐的察觉到不对劲,于是立刻驾车跟了上去,这边迈克刚见到女记者,就迫不及待说出RD4895的全部真相 原来这是一种阻断战后创伤记忆的精神类药物,原本因动物试验出现问题,霍恩已经暂停了项目,可没想到他早就偷偷进行了人体试验,对象就是克里斯所带领的整个海豹突击队,而这也是队员的脑袋里长出肿瘤的原因,为了掩盖试验失败的真相,霍恩不惜在叙利亚设下圈套牺牲了整个小队,说完他将U盘交给女记者,希望他尽快曝光整件事,然而就在这时,女记者突然发现有个可疑人正向他们靠近,意识到 大事不妙,他急忙拉着光头离开,可刚跑上楼梯,跟在后面的迈克就被一枪爆头,女记者丝毫不敢停留,只能继续逃跑,眼看就要被杀手追上,他毫不犹豫地举枪扣动扳机,这才暂时脱离危险,然而正当他准备离开地铁战时,另一名杀手又发现了他,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克里斯及时赶到,他掩护女记者迅速逃离了现场,来到一处安全的巷子里,女记者把真相一五一事告诉了克里斯,为了制造叙利亚的伏击,霍恩从公司股份中拿出一亿美金,打包成立了一堆空壳公司,用来收买参与这场案件的涉事人员,克里斯瞬间意识到,只要找到这些空壳公司背后的受益人,就能揪出杀害亲女和兄弟们的幕后黑手,于是他又拿出自己的必杀名单,想记录下这些股份的受益人,但女记者不希望克里斯继续杀 他承诺会用法律的手段让这些人绳之以法 荒乱中,女记者情不自禁看向背包,克里斯立马明白线索就在包里,二话不说从里面找到了U盘,然后告诉女记者,她不会坐视那些人渣舒服地躺在监狱里,只有地狱才是他们该去的地方 在回去的路上,克里斯当机立断把线索发给了长毛,请她利用中情局的情报网,查出空壳公司背后所有的相关人员,第二天凌晨,她便收到了回复,但克里斯怎么都没想到 名单上不但有先前干掉的那些人,还有自己最尊敬的三名海军上将,也就是说自己曾经效忠的海军司令部,竟然就是促成这一血案的幕后元凶,这让她产生空前的愤怒,下定决心要让这些人渣血债血偿 克里斯当即列下一张购物清单,并叮嘱好友去不同的地方用现金购买,利兹瞬间被她的疯狂想法吓到 他急忙劝克里斯冷静下来,因为在人群密集的金融中心引爆炸弹,很可能会伤害到无辜平民 他不希望克里斯被仇恨蒙蔽,做出违背原则的事,然而克里斯自信地表示,自己制造的定向炸弹非常精准,绝对不会伤及平民 见他如此决绝,利兹也不再阻拦,很快就依照清单,把所需材料购置齐全 而克里斯凭借在特种部队多年的作战经验,轻轻松松做出满满一车炸弹,然后他驱车来到霍恩的公司楼下等待 利兹则负责堵住交通,以防路人误入爆炸范围 可令克里斯意外的是,女记者也来到了现场,就在霍恩准备上车的时候,他冷不丁地冲了上去,当着所有新闻媒体的面 揭露了霍恩所做的种种罪行,但他的意外之举,无疑打乱了全盘计划,眼看霍恩就要坐车离去 突然他注意到不远处的克里斯,于是开始缓缓后退,可这让狡猾的霍恩瞬间意识到不对 他急忙催司机快走,然而就在这时 干掉了霍恩后,克里斯迅速驾车离开,可没想到FBI已经彻底盯上他 逃到一条山路上,他被警员扔出的蓝路钉逼挺 但大仇未报,他怎么可能轻易束手就擒 于是趁着FBI远距离开枪至极,他冒险跑到了深山里 然而刚才的榴弹还是让他手臂不幸负伤 克里斯只能躲进一间木屋寻找急救装备 他先把无线电调到警用频道进行监听 接着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,然后拿出地图寻找撤离路线 发现有一条河流可以通向外界 他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,却突然听到警队的下一步行动 为了找到克里斯,他们甚至出动了警犬连夜搜山 好在克里斯早有防备,利用动物尸体掩盖自己的气味 这时天空开始电闪雷铭,突如其来的暴雨帮了克里斯一个大忙 至少今天晚上,他可以安心地躲在山里休息 闲暇之余,他再次拿出自己的必杀名单 在女儿化的全家福背面,整整齐齐写着他要干掉的相关人员 克里斯用鲜血划掉霍恩的名字,如今仇人已经被他杀得七七八八 而最后剩下的三个名字,则是他曾经在部队里的顶头上死 但在找对方复仇之前,他还必须先解决曾经共同服役的老战友 为了抓捕克里斯,上级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前来支援 对这支精英部队来说,丛林作战是他们的强项 可在听到抓捕的逃犯是克里斯后,队员们都产生了迟疑 然而军令庐山,他们最终还是第一时间到达作战区 而这是克里斯也严阵以待,准备给昔日的战友们上上课 那专专专专业的声音